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买到便宜的榴莲 原因是什么 也许你会对一些媒体的报导 是否吸甲或制造新闻感到困扰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原因在哪里 我们要了解榴莲盐到消费者 这个供应链的过程呢 是如何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存在了很多中间的榴莲商 消费者需要给一些费用 给这些榴莲商 才能品尝到非常好吃的猫山王榴莲 因此价格上涨 或跟去年没有什么变动 是跟中间的榴莲商有关 许多网友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表示他们今年并没有吃到便宜的猫山王榴莲 这可能有关系到他们没有找到 合适的渠道来购买榴莲 也或许他们购买榴莲的过程中 经过了很多个榴莲商 中间的价钱就加了不少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今年的榴莲价格便宜 因为他们直接的跟榴莲盐主 直接购买榴莲 所以价钱是非常便宜的哦 今天如果你对直接跟榴莲盐主 购买榴莲感兴趣的话 请你关注一下 我们最近发出的榴莲盐主直销 我们这个最新的面指数小组 可以给你最新的信息榴莲的价钱 所以你可以直接选择 在榴莲盐主里面直接购买 你就少付了很多榴莲中间商的费用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买到昂贵的榴莲 而且我们确保你直接跟榴莲盐主 买到新鲜的水果 如果你希望你的朋友也跟你一样 请把这好消息分享出去 分享大力大力的分享出去 然后我们一起享用美味的榴莲 也可以在最便宜最低廉的价钱 享用榴莲盐主 我们相信你加入了这个面指数的小组 你就可以买到非常非常价格实惠的榴莲 而且也直接了支持榴莲盐主 直销的业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